而在基隆市则是陆续传出 有市场的摊伤确诊感染 那么今天新增的10例确诊个案当中 有5个人是成功市场的摊伤 其中1例还有跨区到仁爱市场营业 为了防止感染链再扩大 市府紧急关闭成功以及仁爱两大市场 另外市府表示目前基隆染疫死亡 总计有11个人 致死率是5.4% 好这个数字呢就引发关注了 因为是全台湾平均的将近两倍 研判原因是死亡个案大多是 这个罹患慢性病的长辈 本身的抵抗力就比较弱 这个体面最好 不要太大快 200416坡 不过去的都要安全哦 前来人往的传统市场 摊上忙着处理生鲜还要找钱 一来一往频繁接触 恐怕加速扩大感染传播链 这一次主动扩大 针对成功市场进行PCR的一个裁剪 有五个确诊的摊伤 其中有四个 他都是没有症状的 基隆成功市场再传摊伤确诊 市府8号针对所有摊伤 一共186人进行PCR检测 有六人确诊阳性率达3.2% 紧急将收视时间再延长 而六例个案中包含猪肉肌肉 水产摊伤以及和摊伤接触过 被列为新北个案的小吃摊贩 其中一名猪肉摊伤还有跨区道仁爱市场营业 考量预防新防疫市府同样祭出 停业措施进行全面清销 真的很无奈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平安 如果说我们这样子能停业 对整个疫情能控制 我是愿意这样配合 采取高规格的防护措施 我们都知道SARS跟这次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都是从传统的生鲜市场开始发生的 累计至今 基隆成功市场已经有10个摊贩染疫 其中酒摊是生鲜肉品 市府呼吁灾呼吁摊伤必备 口罩面罩加手套 民众采买时禁止伸手触摸 除了扩大裁剪也要加速疫苗施打 因为目前基隆染疫死亡总计11人 致死率5.4% 是全台平均近两倍 市府研判死亡个案多为慢性病长者 本身抵抗力旧弱 面临种种挑战抗疫政策还得精准到位 不让病毒跑在前 这才是很简单的报道 不让病毒